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事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聊两到三个话题 试一试这个时间程度行不行 首先我们去看一下最近华尔街日报刊登那篇文章 就是在媒体舆论 长时间猜测到底谁会接任秦刚 担任中共外交部长的时候 他们得到了消息 那就是可能是刘建超 很简单 他首先是一名翻译出身的外交官 中英文都非常的流利 从他来美国这一次访问 发表演讲看来 英文是相当的好 应该是和崔天凯一个级别的 因为他们都是当年外交部议训班出来的 议训班的英文训练是非常严格的 那么秦刚这个方面就稍微差一点 秦刚在美国上CBS吧好像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讲英文 哆哆嗦嗦 自己给人一种心里发颤 没底的感觉 哎呀不好 刘建超英文能力超强 另外一个就是他担任的中联部的部长 是干什么呢 是党派外交代表中共跟别的外交 跟别的国家的党派打交道 他们也组织了世界政党大会等等等等 所以他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有经验 那更重要的是他展现的政治忠诚 得到了负责推荐筛选外交部后任部长人选的 这些内部人士的大力的推荐 我估计像总组部 像王毅本人 像燕洁篪 可能都会推荐刘建超 所以他在候选名单上是最考前的 最后习近平决定让刘建超试一试 那怎么试呢 最重要的外交关系 当然就是和美国的关系 这是为什么前段时间 习近平把刘建超派到了美国 和亚洲协会 黑石集团 桥水资金 以及布林肯等等等等 进行了会面 可以说是打前站 同时也给美方一个信号 就是我们的外交部长 上一任确实出问题了 但是下一任我已经选好了 暂时还没法宣布 但是我先让他们来跟你打交道 派到美国来 就基本上对美国交了个实地 这就是下一任外交部长 你们先勾兑起来 勾兑起来 这就是当时刘建超访美的 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意义 当然我个人认为 刘建超比起秦刚 可能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 就是他非常的沉稳 喜怒不形于色 你表面上看不出来 他对什么喜欢 什么不喜欢 恰恰是这种人 能够担任搞外交 搞国安 搞组织 这些人的面向 特点都是这样的 以前我的朋友 有去国安部工作的 有去中组部工作的 很多人不适应 为啥 中组部的领导就不苟言笑 绝对不轻易告诉你 他对某些事情 某些人的看法 他不告诉你 这是工作的需要 那去国安部工作的 就更奇葩了 通到一个办公室 你都不能打听 对方在忙什么 人家忙什么 怎么能告诉你呢 最可怕的是 你本来以为他你同事 过几天 你突然发现他在某个角落 修执行车 那肯定是执行任务的 你见到他也不能打招呼 所以这些事情 特殊的行业 都需要特殊的性格和秉赋 刘建超就特别的稳健 这恐怕也和他曾经在 中纪委工作过有关 他做过纪检 负责过猎户行动 在海外 抓这些所谓的 打引号的这些贪污犯回去 所以那个事情 是很考验人的沟通能力 以及对中美两国法律体系的 对接细节 在这方面 刘建超完成的还不错 把好多人都给弄回去了 美国的司法部 FBI也和他有相关的合作 当然后来建筑媒体的那些消息 比如什么 福建同样会的会长给抓了 山东同样会的会长给抓了 那些事我跟你说 都跟中央级别的干部 像刘建超这种没关系 如果刘建超过问这种事情 他怎么可能让你海外的一个 一个侨领代表国家搞这种事情 那分分钟是要制造丑闻 这些事情都是当地的一些地方的干部 纪检也好 公安也好 完全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 完全是拿着自己在国内的那套思路 来套用国外的这个情景 觉得我正常渠道走不通 是吧 我没法把贪污犯弄回来 是吧 那我动用我这个山东同乡会的会长 动用福建同乡会 给他做工作 威逼利诱等等等等 这些在中国都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 但在海外就不行 我相信刘建超和这些事情没关系 但刘建超本人的水平是很高的 他的性格的稳健 也是没问题的 尤其在男女关系方面 刘建超肯定过硬 大家知道吗 如果秦刚是因为和费小田的关系 给弄下来了 而且涉及国安 到现在中央都没有宣布 那后任的人选 在男女关系方面 那肯定得和基督教圣徒有一比 得和释迦摩尼的十二大弟子有一比 是吧 那得特别的纯洁 特别的干净 没有任何隐患 所以刘建超这个人 非常有诚服 个性也适合 担任外交部长 水平也合适 所以我认为他接任的可能性 是目前看来是非常非常大的 另外这个大领导 特别大的领导 他有一个什么特点 对自己身边的人要求很严 甚至极言吏色 但是对跟自己级别差出好多来的 人反而比较宽松 反而比较仁慈 反而比较宽厚 你以前我们的领导 那人家对报社门口 开门的武警站岗的 人家过去总是基于点头微笑 大过年的还跟他们说一声辛苦了 面对传达水的大爷 人家到大年夜送上饺子 送上红包 给一些奖金 去食堂打饭 面对食堂给他盛饭的师傅 都含笑微笑 这些都是大领导的特色 刘建超也有这种特色 就是对身边的人 比如他的秘书 他的左右手 副手 那要求是很严的 但是对下面的人 人家是很和善的 这是我们也从不同的消息渠道得到这个证实 但是秦刚恰恰相反 恰恰相反 秦刚是不管对他的身边的左右手 还是对外交部 乃至中国驻美国使馆的普通工作人员 急言立色 那种瞧不起 那种愤怒 那种权威感 都写在自己脸上 我这个很多朋友 那跟秦刚是形影不离的 他们很反感和秦刚一块出差 因为出差的过程当中 既然在外地嘛 那你偶尔有些事情 就难以按照预想的去发展 怎么可能按照你像这个 你当李宾思的时候那样是吧 李宾思就是把各个细节搞得特别妥当 你用李宾思的要求来 在外交部的部长这个职位上 或者在中国驻美大使这个职位上 就要求身边的这个人 有点过分 更何况你是在美国 美国的好多地方都不配合你 但是所以就搞得这些人压力实际上特别大 对秦刚很反感 所以很多事情 真是叫不是不报事后未到 你对待身边每一个人的态度 都有可能改变你的命运 你看秦刚和费小田这个事 就算谢峰大使来了以后 听了一些听了几耳朵 疯传说和某些主播关系不错 那也就不错了 那哪个领导跟你主播关系都不错 但是事情能发展到这种程度 就是在外交部和中国驻美使馆 有一股力量 全力以赴的 要把秦刚拿下 那这种力量 始作俑者未必非得是上层 很可能来自基层 司机 厨师 秘书 指这些汇报的一些工作人员 知道费小田一些细节的一些人 很可能是在这些环节出了问题 那你出了问题以后有了线索 那上头本来就想整秦刚这些人 那不就是欣喜若狂吗 所以本来的事情是可有可无 大事可以化小 小事可以化了的这么一个逃色事件 结果整成了中共建国以后 比较公开的 这么高级的党的官员 因男女关系问题而倒台的这么一个案例 非常奇葩 那个中国做欧盟大使 那个傅聪不说了吗 因为这个犯错 我搞下去这个事很正常 他说这话 半真半假 半假说的是 谁都有男女关系问题 为什么只搞秦刚 真的情况就是 那你在体系里面 你被别人抓住了把柄 尤其是可能无限上线 上纲上线的把柄 比如说涉及国安 涉及习主席的个人安全 那这事要多大有多大 所以刘建超 秦刚 我觉得 这个位置的更替 它更多的是一种个性的更替 个性的更替 那前几天我也跟来自中国南方 广州的一个大领导聊天 那个他 他们曾经跟 这个中共的最高层 最顶层有过交集 有过交集 那这个领导 从上海就去了北京了 登顶了 莫名其妙就登顶了 那人家跟他说 哎呀 在广州带着干嘛 跟我来北京干吧 人家不去 为啥不去 原因很简单 我在广州吃得开啊 上上下下下下上上上 什么情况我都了解啊 我跟你去北京 别人不敢动你 但他想动你的时候 他可以动我呀 对吧 那我到北京啊 就是叫君子不利于危枪之下 对我来说北京就是危强 我不如在广州好好待着 那也许有观众朋友会问 哎 那你说人家在从广州 从这个北京要真想整你 从北京派人来香港抓你 来这个广州抓你不就知道了吗 哎 这就是地方上这些领导 非常牛叉的地方 进了北京他说了不算 进了广州啊 中纪委的人也好 啊 这个 国安部的人也好 啊 还是哪个部门的人啊 只要人来了 要来查人查事 他离广州还有12个小时呢 人家广州方面就知道了 广州方面知道就会告诉他 那这告诉他以后怎么办 哎 很简单 现在大家知道吗 啊 有一种小船叫大飞 啊 就是这个 啊 深圳 广州和香港之间 那不有有水吗 有河吗 很多人就是大家都做好了这种预案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 赶紧带上一个皮箱 里面有密码啊 里面有各种这个现金证券 各种票据 带上个行李箱 别的啥都不带 坐着大飞 20分钟以后就到了香港了 就没有危险了 啊 所以这个中共这个体系之内啊 那真是你不了解不知道 了解你才知道 那分分钟啊 就可以人头落地 分分钟就可以 把你从坐上边变成阶下球 所以正确的评判风险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所以现在习主席把那个所谓的浙江帮 福建帮 这么多人都弄到北京去跟着他 这帮人啊 从某种程度上也讲 也是自导显地啊 北京什么情况 北京习主席也是用了十年才搞定的局面啊 你们这些人到了北京这那那这啊 你以为我搞不死你是吧 搞得死你 说白了 秦刚就是这个例子 秦刚你在北京是吧 你以为你靠上老大就没问题了 是吧 你你早着呢 你差远了 这不就因为睡臭了这个傅小田 就把你变成了这么一个悲催的人物啊 所以北京的官场极其的危险至高 很多情况下 未必是步步高就是好事啊 这很奇葩啊 这很奇葩 那当然现在为什么和当年的情况也不一样了啊 这两天网上有一些文章 我认为写的具体案例不一定对 但是这个现象是有的 就是人人在大小场合都拿习近平开涮啊 这种情况啊 在江泽民和啊 胡锦涛时代是很少见的 在邓小平时代更没有 就是大家公开的用一些隐晦的一些修辞法来恶毒的侮辱 讽刺最高领导人啊 现在中共各级官员大家吃饭的时候聊天 一不满了就说都是那头猪干的 都是那头猪搞成这个样子的 哎呀 说实话 我说这词的时候心里都有所不忍 说的是谁大家都知道 但为了避免政治风险 也为了避免安全的风险 大家就用那头猪啊 来代替 就已经在北京上海这个事情已经成了 谈而皇之了 就是很普通啊 大家在饭桌上闲聊的时候骂啊 指向都是谁 大家都很清楚啊 在江泽民的时候没有这种事情 大家传的无非就是江泽民和那个啊 这个这个啊 唱歌的民歌天后宋主英怎么怎么着了 你胡锦涛的绯闻就很少 大家很少讽刺挖苦胡锦涛 没有 但到了这个时间 中国的正风民情啊 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啊 这也是为习近习主席啊 确实感到非常的担心 因为这种情况没有过啊 那从这个角度讲啊 那这个为什么他们这么做 就是因为连像我刚才讲的啊 广州的领导 有这个条件都没了 因为现在出境极其困难 而且香港已经变成了大陆了啊 民事判决在香港可以执行了啊 你在香港存钱 你带这个什么好像是五万吧 五万港币以上 你存进来 汇丰银行就会问你存这个钱哪里来的 证明一下钱的来源 我去 知道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啊 资金在香港也不安全了 所以国内的这帮领导 不管是企业界还是政府界 都觉得 哇塞 我的后路都被你堵上了 那更不用说坐大飞直奔香港就是去避难去了 没有了 拜托 没有了啊 因为你到了香港有能怎么样 分分钟弄死你啊 所以香港这个国安法啊 以及这一系列非常严苛的这些啊 这些管干部的这些措施啊 确实让中共的官员感觉到泰山压顶啊 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躺平啊 我也不说不干 但我也不积极的干啊 所以中共官场现在最奇葩的是什么呢 每个人都瞎忙啊 瞎忙就是装作很忙 实际上没有什么实质的事情 天天开会 天天学文件 学四个自信啊 学442啊 学这个美开中央开什么会 他们都赶紧学 但是就是不干正事 这实际上是官场的一个正常反应 他干干什么呢 他干他有病啊 他干 干就有可能出问题 干就有可能被举报啊 那这种情况下不如不干 所以中共的官场已经悍然躺平啊 悍然躺平 但是大家是不是以为悍然躺平就更安全了吗 不是啊 因为一些基本的公共政策 公共治理的措施啊 是躺平不得的 你比如说啊 交通安全 你比如说啊 消防安全 一旦躺平 很多事情就会多起来啊 我们看到最近两周 有两起非常严重的火灾 后果都非常严重 刚刚发生的是江西大火啊 新余的店铺发生火灾 造成至少39人死亡 39哎 9人受伤啊 还有人员被困啊 目前好像最新的消息是该找到的都找到了 都已经遇难啊 还有就是啊 1月20号河南的学校宿舍失火 13名学生丧生啊 所以啊 面对这样的事情 习近平都亲自出来讲了 要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多发连发的势头 但问题的关键是啊 为什么安全事故多发连发 难道中共的矿难啊 中国的这个火灾还少吗 不少 从克拉玛伊到现在 出了多少事情 对吧 他仍然出啊 有偶然因素 这里面啊 也有必然因素啊 就是店铺 你比如说像超级市场 或者说这种大卖场啊 消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那我听说像美国啊 像欧洲 你比如说搞这个新年联欢会 你你租一个操场啊 搞新年联欢会 大露天的啊 这个这个空间十分大啊 就是这些 搞个冲天联欢 做个饺子 你带个什么炉子来煮 当地的消防部门都得检查一遍 你才能上这个饺子 否则就得叫停了 哎呀 上一次我一个朋友 搞了一个这个广东早茶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大的一个庆祝活动啊 结果人家早茶店 派了十几个人都到了 被当地的消防局给叫停了 不准冬火啊 就所以这种事情 在中国这个事情里面 抓得严的话 这种恶性事故是能避免的 但是他就没避免 更搞笑的是河南那期事件啊 好像没发生似的啊 各级媒体都不予报道 那不予报道 就非常非常的啊 用什么思路呢 就是啊 不说就等于没发生 还是用这种态度 来对待这种恶性的 这个啊 天灾人火 另外这两天啊 不但着火 湖南镇雄啊 山体滑坡 三十四死失联 现在最新的消息 也是都找到了 好像都找到了 啊 非常的可怕 所以啊 大家新的一年 一定要小心 2024年肯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啊 事故多发 光一月份 这才几天 云南西方满纳啊 石桥护兰倒塌 新疆阿拉泰 雪崩灾害 河南平顶山 煤矿事故 河南南洋 英才学校 江苏武进 粉尘爆炸 云南镇雄 山体滑坡 江西新鱼 店铺火灾 哎呀 好几百人了吧 所以啊 这个 真的是祝福大家都平安 那另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啊 不要以为 你不关心政治 政治就不来关心你 谁没事 愿意关心政治啊 我特别讨厌政治 但是 你不关心 他就不关心你了嘛 他时时刻刻关心你 时时刻刻关心你 所以现在中国的这个政治形势啊 就非常奇葩 就是一方面 生死历劫 非常的严厉 要这样 要那样 一定要严格 怎么怎么样 另外一方面 就是 躺平 白烂 眼看着有风险 没人过问 管他呢 随他去啊 这种心态 是极其极其明显的 一不留神了 二十分钟了 再加个尾巴 打个补丁 那就是吕建超 担任外交部长以后 他的形势啊 也很微妙 就是也有很大的风险 很大的风险 在于什么地方 特朗普已经连续赢得了 美国前两个州的 这个党内初选的提名 都赢了 所以特朗普和川普 和拜登这个对决啊 是个大概率事件了 但是特朗普一旦上台 会发生什么 中美关系啊 好不了 好不了 那你刘建超能力再强 你形势比人强啊 你能左右得了川普吗 你能搞得定 美国这帮家伙吗 特朗普前两天说了 说你看没有什么 中国的股市下跌 是因为我在新墨西哥州 我赢了 啊啊 纽罕普谁 纽罕普谁我赢了 中国人吓的 你看 甭管有没有真的关系 但是川普这种 要吉言利涩 要对待中国的态度啊 写在脸上 那特朗普上台以后 他会做什么 他会继续加速和中国的脱钩 在拜登的技术上 进一步脱钩 他想说什么呢 他说 我会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新限制 禁止中国人拥有各种各样的美国资产 禁止美国人在中国投资 全面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 钢铁药品等关键类别的产品啊 我们将严厉惩罚中国和所有其他不当对待我们的国家啊 特朗普这是在 纽亨普山新哈布什尔州 一次机会上发表刚才这个讲话 那在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如果决了决心这么做 啊 刘建超了日子 你也好过不了啊 好过不了 当然他的态度是不错的 这次来啊 啊 也听美国很多商界的人士啊 发出了对他们对中共很多政策的埋怨 就是你们这个啊 行走的50万这个政策也太黑了啊 也太流氓了 搞得我们到那儿 那不就是都是行走的50万吗 你这么搞 那我们怎么去中国出差怎么弄 刘建超啊 都仔细听取了有相关的意见 但他说了不算 因为国安现在的地位远远超出啊 外交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还要取决于他回国内跟习主席 跟这个啊 这个这个陈文青要沟通 那怎么弄这个事情 对吧 让外界打消啊 中国片面强调安全 给外商啊 外国的一些友人们带来的不安全感 另外啊 曾在特朗普政府内部担任高级贸易代表啊 极有可能在第二个任期发挥关键作用的 这个莱布希泽 大家记得吗 莱布希泽 以前莱布希泽经常出现在和这个刘鹤的这个对谈里面 因为他是和刘鹤是 counterpart 就他们是对等方 莱特希泽说了啊 会怎么办呢 他对待中国的态度 在2023年出版的会议录 叫没有免费的贸易 no trade is free 他说了 在中国经营依赖中国进口的美国企业 都会反对特朗普这个想法 但是更多的计算机和手机等产品的制造 最终会返回美国和美国的盟国 让美国工人和国家受益 让中国 不再成为 美国的加工厂 而让美国人自己增加就业率 这是莱特希泽 认为川普当务之急会做的 为此啊 他们可能会出一个大招 什么 川普他川普说了 就是他要取消中国的最会国贸易地位 这意味着 美国在中国201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给予的正常贸易关系和较低的关税 一去不复返 没了啊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 这个取消中国最会国待遇这个事啊 是美国的众议院委员会 今年也公布了一份两党的报告 也呼吁采取这一措施 你看 川普还没回白宫呢 众议院两党委员会在这个事情上已经达成了一致 就是要取消中国的最会国待遇 所以川普上川普上台以后 就这么猛搞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如果这一天到来了啊 这个 这个谁啊 也是亚历山大啊 也是这个这个 刘建超亚历山大啊 能干成怎么样 很难说啊 最近这些年来啊 这个中共的外长啊 能处理好中美关系 你就牛处理不好啊 就敏然重任意 也得不到老大的欢心 所以就凭什么不禁女色这些啊 都难以让你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啊 好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欢迎你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谢谢您下期节目再见